歐洲持續升息對抗通膨 美元指數下跌了0.5%左右 熱錢 棄手 股債市 原物料起漲 工業 金屬還有石油的價格 也通通都上揚了 今天我們很開心 持續邀請到芝加哥商業交易所的講習 望明 老師晚安 老師 美股稍早開盤 今天看起來四大指數 續漲 今天開盤重點 幫我把時間交給你 好 今天確實整個盤面都紅通通的 當然這其中就是拜歐洲央行所賜 因為他們要對抗通膨 所以持續升息 那歐元一漲上來 把美元指數也壓下來了 美元指數這段時間以來 因為他們兩大巨頭 互相矛盾 所以對美元目前熱錢 顯得比較觀望一點 那既然歐洲在升息 錢就往歐洲去移動了 所以目前歐元對美元的走勢 算是相對強勁非常多的 那熱錢也因為如此 既然歐洲要升息 同時也是棄手歐債 所以歐債這一個星期以來 大致上跌了七個百分點上下 所以跌幅相當的重 那錢都到來去了 錢都到股市來 所以這兩天大家可以看到 股市的漲幅可以說是非常的劇烈 因為這個銀行的倒閉潮 看來已經遠離了 那市場信心逐漸的恢復 然後熱錢再度回到 用股市的上投 那一旦要擁抱股市 對信心恢復之後 當然對原物料需求也就提高了 所以今天可以看到 工業金屬含白金白銀 全部上揚 那石油呢今天已經一桶 恢復到74塊錢上下 在之前曾經一度跌到65 現在已經漲到74 在大概短短兩個禮拜之內的時間之內 漲了10個百分點 所以這個通貨膨脹 感覺又蠢蠢欲動了 那農作價格其實也是有一段 相當大的漲幅 黃豆從一桶1410 現在來到1478 那小麥再度佔上一桶700塊錢上下 所以我想目前整個 對於美國聯準會而言 也是一個蠻大的壓力 又要對抗銀行倒閉 又要對抗通貨膨脹 所以現在確實舉期不定了 很難去理解到底應該怎麼做比較好 那當然這個美股從這兩天 就在這個美國政府 通過晶片法案之後 整個市場激勵科技類股 那市場呈現一步欣欣向榮 包含各式各樣跟晶片族群有關 特別跟台股聯動有關 像ASMO AMD 這個NVIDIA 其實漲幅都相當的大 那相對強勢 還有Netflix 今天漲幅也是相當的驚人 所以這兩天 這個科技類股漲幅算是非常的犀利 那反觀全球 最弱的反而是日本 那日本為什麼弱呢 因為這個美元走弱了 日幣走強了 日幣從三月以來 整整上漲了六個百分點 把日本股市稍微攪局了 有點這個成為全球 大家都漲 只有一個人跌 那所以雅股今天 其實全部都欣欣向榮 只有日本股市相對比較差一點 那中國香港股市呢 今天也是表現在平盤附近 歐洲開盤之後 也都溫漲在一個百分點上下 那所以整體這個 受惠於美國晶片法案的通過 那我想目前整個台灣也好 美國也好 這些科技廠商 我相信都會有不錯的漲幅 那麼整體裡面相對比較弱勢的呢 當然還是社交平台 這個在參議員的這個國會壓力之下 Google也好 Meta也好 目前整個盤面 雖然長得很凶 但是呢 偏偏只有它一個獨跌 一個百分點上下 算是在這個目前 對國會拉黑的唯一一個產業 所以美股目前呢 對台股 還算相當有影響力 雖然台股快要放長假了 但是看到這些晶片廠商 表現得不錯 對台股應該是有信心的加分 那以上是美股的分析 我們把時間交換 彭麗主播 好 台股的部分呢 台股今天是開高的 一度上漲了超過100點 電子族群呢 吸引資金進駐 記憶體還有網通類股呢 強勢的走揚 面對老师剛剛提到啊 親密廉價就要展開了 多投追價的意願不太高 所以呢 今天台股加成指數呢 中場的時候上漲了79點 老师今天台股呢 由科技類股領軍走高 這是不是代表 這個廉價的賣壓 已經逐近被消化掉了呢 對 我想因為 投資朋友最擔心的 通常就是五窮六絕 那或者是說在長假當中 美國有太大的變化 所以股票抱在手上 會覺得有點不太安心啊 不過我覺得 從最近科技類股的表現來看 特別美國國會也有這個 對這些科技廠商 有一個新的補助案 所以像這個幾十億美金的規模 對科技廠商而言 特別對記憶體廠商而言 都是一個很好的加分啊 所以今天 雖然成交量不大 只有1845億元 一元啊 可是可以看得出來 外資啊 其實相對積極 反而國內資金呢 稍微比較保守一點點 畢竟長假在一起 這個國內的法人啊 稍微就比較縮手啊 所以成交金額稍微微縮 但是其實攤開產業來看 今天台積電聯電領軍啊 所以整個電子族群 都算是相當的強勢 包含半導體也好 一般的電腦製成品啊 甚至通信網通族群 今天都表現得非常好 那麼前一陣子 因為美光記憶體 這個庫存啊 產生對法人 有一些疑慮 可是呢 今天也因為國會 國會這個補助量通過之後 對於相關的產業 也有很好的一個 推升的作用 像是8299的群聯 2408的南亞科 今天也都強攻 5個百分之上下啊 那相對弱勢的族群呢 就包含金融 觀光航運啊 我想目前 航運的股算是 漲得比較過頭了 實在今天觀光呢 因為這個啊 我們國內很多品牌商啊 都國外去打江山啊 稍微遇到一些阻力啊 像2753的八方雲集 2729的瓦城 一個到美國去打江山 受挫 回來今天跌停作收 那麼2729的瓦城 那中國那邊呢 差不多已經說得差不多了 今天也都跌了7個百分點 所以這些國內 國內的廠 國內的品牌商 到國際間的展店啊 其實還是需要很多的 know how去慢慢支撐的啊 那所以今天觀光族群 稍微受到一些挫折 那麼金融族群現在還是一樣啊 大家還在觀光當中 因為畢竟啊 這些國外的啊 這種債務的整理 還是需要一些時間啊 可能不知道什麼時候要爆雷 對國內金融業者而言啊 畢竟大家還是比較戒慎恐懼啊 所以不敢加碼 在金融業者上頭 所以整體而言 今天拉拖累的整個 大盤的表現 所以只漲了70幾點 要不然今天這個電子族群 算是非常的強勁啊 那各股觀察方面呢 我們有持續幫大家 整理的就是 包含3026的和珍堂 今天小漲0.5個百分點 那15的84的金剛 今天還在持續上攻 漲2個百分點 2891的中信金啊 今天微幅下跌0.2個百分點 那麼昨天剛進榜的 6285起機 這個網通族群啊 昨天進榜 今天呢亮燈漲停 也算是給我們一個節目 一個蠻大的強心劑啊 那也持續邀請觀眾朋友 來收看我們的節目 那我想目前長假僵置啊 投資朋友不妨啊 適度的運用一些台子的選擇權 做一些調節風險的一些 一些動作保護自己的手邊的資產 其實啊在國外變化雖然很大 可是呢有選擇權保護 其實也是一個不錯的選項 那以上在台股的分析 我們把時間交換彭內主播 立刻下載靜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敬盛敬美 靜好新聞